穆贞义仲跟袁奈朝这对堂兄弟为什么关系水火不容? 八玉前力气大到可以拔起路边的松树? 穆贞义仲跟家臣的故事为什么能成为武士精神的典范呢? Kongbanwa,我是战国导游月祥兵长,欢迎来到月祥的战国前度旅行 如果要谈连仓殿的13人,里面圆平和战的元氏武将 除了袁奈朝跟袁奕金这对兄弟之外 还有他们的堂兄弟穆贞义仲 特别是穆贞义仲跟八玉前的故事,现在被许多ACG作品给引用了 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穆贞义仲的战略跟传说吧 讲到元氏武将的历史就是家族内斗的历史 元奈朝的父亲是元氏的长男,穆贞义仲的父亲是元氏的次男 因为家族内斗的关系,穆贞义仲的父亲被杀害了 年仅两岁的小义仲被关东武士送到穆贞谷去避风头 日本的武士经常以地名作为苗字 所以同样是出生元氏的元义仲 一般会通称他为穆贞谷的穆贞义仲 也许是风水轮流传 四年之后元奈朝的父亲输给了平清盛 元奈朝被流放到伊豆国,受到关东武士的监视 元奈朝跟穆贞义仲这一对堂兄弟连续成为战乱的受害者 而且他们两个人背负着上一代的仇恨长大 比起长期被监视导致个性阴沉的元奈朝 穆贞义仲在穆贞谷过着快乐的生活 变成了一个爽朗的热血青年 义仲受到穆贞谷的武士中元一族的庇护 中元家的两个儿子,还有女儿八育前都成了义仲的心腹 时间过了二十多年,历史又把这两个堂兄弟串联在一起 西元1180年,天皇把皇位传给年仅两岁的儿子 这个幼儿天皇是安德天皇,他的母亲是平清盛的女儿 眼见平家以外戚干政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蚁人王号召全国元氏武士起兵要来反抗平家政权 一直以来被平家压在地上摩擦的元氏武士 这下终于找到机会可以报仇了 元奈朝在关东举兵,穆贞义仲在信隆举兵 在加斐国还有他们的元氢武田信义 所以啦,元平核战这一款即时战略游戏 现在同时由二家一个元氏玩家加入了战局 受到威胁的平家派出了大军决定先攻打元奈朝武田信义联军 但是平家的军队反而大败而归,始称为富士川之战 关于富士川之战的考据请参考先前的影片 明明战后是元氏武士乘胜追击的好机会 但是元奈朝得先处理关东武士的利益分配 目赞义仲则受到地形的限制 必须要先打通越后才能上落 平家在这个时候勉强稳住了美农、伟章还有北路 除了东海道的一些零星战斗之外 平家跟元氏武将维持了近两年的交座时间 突然时局开始产生变化 目赞义仲终于打败越后的平家势力 这个时候他又得到一个神秘人物 让平家不得不把矛头从元奈朝转向目赞义仲 为什么平家要把战略目标从元奈朝转向目赞义仲呢? 这有两个原因 打从元奈朝目赞义仲起兵的那一年开始 西国连续发生了两年的大饥荒 京都到处都是饿死的百姓 平家的粮食主要是靠北路地区运送过来 如果让目赞义仲拿下平家在北路的粮仓那就麻烦了 而且当年号召元氏武士起兵的乙仁王 他的儿子北路公在这个时候投靠目赞义仲 目赞义仲顺利打进越后 手上又有北路公这个皇室成员 导致北路地区的地方武士一个一个倒向目赞义仲 平家如果丢了北路 立刻会陷入经济跟军事的危机 眼见平家跟目赞义仲就要发生一场大战了 目赞义仲为了避免父辈受敌 他暂时放下父亲的仇恨 以两家劫亲家为理由 把儿子义高送到元赖草那里去当人质 目赞义仲借由联姻暂时的免去了后顾之忧 义仲率领了儿时玩伴的中原家兄弟 还有八月前一起进攻北路 相传目赞义仲在聚立加罗之战使用火牛阵获得胜利 当然这是后世说书人加油添醋的传说 从目前可考的史料来看 平家强拉没有战力的军夫充数 但是行军途中冰凉调度出了问题 平家庞大的军力反而成为负担 平家的主力军队被目赞义仲兵分两路夜袭包抄打爆 目赞义仲趁胜追击的时候 曾经发生一场局部战争 这时候平家势力只有一个老将 坚守到最后一刻战死沙场 这个老将虽然满脸皱纹 头发却是黑色的 原来他为了表达自己老当义壮还能作战 特地染了头发再上战场 而且这个人就是当年把目赞义仲 送到目赞谷的关东武士栽藤十胜 目赞义仲竟然是在这种情况下 跟自己的救命恩人重逢 真性情的义仲忍不住嚎啕大哭 命人厚葬自己的救命恩人 平家在战场上节节败退 眼看北路是守不住了 平家武士决定放弃一手难攻的京都 带着三神器 还有流着平家之血的安德天皇往西边逃 西元1183年7月 信农的蒙虎目赞义仲得意洋洋地进入京都 登上人生巅峰的他 即将面临人生的下坡路 目赞义仲进军京都之后 立刻面临各种棘手的政治问题 虽然他庇护他的叔叔袁行家 两个人一起入京 袁义仲因公被封为朝日将军 又称为旭将军 但是原行家认为自己才是头号工程 不断地向朝廷邀功 其他见风转舵加入目赞义仲势力的地方武士 进京之后抢抢贵族跟百姓的财物 百姓早就被长达两年的饥荒折磨得苦不堪言了 以往跟平家打好关系的贵族或是大商人 这个时候也自身难保 无论是官二代或是大商人 通通遭到地方武士铁拳的毒打 在朝廷方面 因为安德天皇跟三神器被平家给带走了 厚白和法皇认为不可一日无君打算另立新天皇 目赞义仲认为自己拥护的北陆宫也有资格竞争皇位 但是在平安时代 皇室的家武士哪轮得到武士来插嘴 目赞义仲的种种行为引起京都的百姓、贵族、皇室各阶层的强烈反弹 他们甚至认为知书达理的平家武士还比目赞义仲来得好 简直就像是前脚走了牧羊犬 后脚来了一个不受控的老虎 这种期待落空的心情转化成更巨大的仇恨 厚白和法皇是一个擅长煽动内斗、借此从中获利的老狐狸 他一边催促目赞义仲攻打平家拿回三神器 目赞义仲前脚才刚离开京都 厚白和法皇立刻就跟元赖草勾搭上来了 厚白和法皇跟元赖草可以说是其逢敌手的老小狐狸 双方拟来我往互相谈条件 厚白和法皇为了要让元赖草派兵入京 来牵制目赞义仲 竟然把目赞义仲辛苦打下的北陆地区 当作筹码来谈判 导致元赖草跟目赞义仲的心结越来越深 另一方面 目赞军在战场上碰到了全日时 导致军心大乱 目赞军在水岛之战 输给了擅长海战还有弓箭战的平家军队 目赞义仲这个苦劳人 率先上落赶走平家势力 竟然被厚白和法皇跟元赖草在背后冲康 所谓忍无可忍无需再忍 目赞义仲率领军队 软禁了厚白和法皇 屠杀许多反对他的贵族 但是这种蛮横粗暴的行为 简直就是给境外势力递刀子 原本跟着目赞义仲入京的地方武士 一个一个的倒戈了 在连昌遥控操盘的元赖草看到时机已经成熟 他立刻命令元范赖、元毅精率兵进入京都 目赞义仲跟元毅精这两个S级名将即将在京都的战场上交锋 驻守在京都的目赞义仲 眼看元范赖从赖田、元毅精从宇治进攻 目赞义仲派了八月前的哥哥去守赖田 目赞义仲则亲自守宇治 来抵挡元毅精的进攻 话说元毅精到了宇治川边 看到河边有许多小屋妨碍军队进驻 元毅精命人一把火把宇治川边的小屋全部都烧光光 来不及逃生的百姓活活被烧死 元毅精这股很劲 让目赞军都给惊呆了 关东武士如狼似虎的渡河猛攻 士气低落又寡不敌众的目赞义仲 眼看京都是守不住了 决定往北路逃亡 连昌幕府的无期境 只有简单记载目赞义仲在逃亡的途中被射死 平家物语或者是民间创作 则衍生了许多不同的版本 日本高中的古文课 经常会出现平家物语里面的目赞罪奇章节 里面提到目赞义仲英雄末路 他的身边只剩下中原家的兄弟 还有中原家的女儿巴玉钱 目赞义仲爱惜巴玉钱的性命 不希望巴玉钱亡死 他对巴玉钱说 武士临死之前不该有女流之辈相伴 你就脱下铠甲赶紧逃命吧 就在两人争执不休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关东武士拍马前来 巴玉钱说 那么就让我为您立下最后的战功吧 传说巴玉钱唬吼一声 空手就把关东武士的头硬生生给扭断了 后来还有威力加强版的传说 巴玉钱双手拔起路边的松树 栗战连昌玉家人和田义胜 和田义胜因此迷上了巴玉钱 有一说认为他在战后取巴玉钱为妻 不过考量当时的战斗方式 巴玉钱应该是在主打的时候 也就是采取晋升战的时候 用短刀斩下关东武士的手机 随后巴玉钱脱下铠甲 类别目睁易重 虽然在连昌殿的十三人里面的巴玉钱 是一个黑美人 但是评价物语记载 巴玉钱皮肤白皙 头发漆黑 容貌秀丽 所以在每年十月的京都时代季 巴玉钱都会头戴金罐 面抹白粉 威风凛凛的骑马出场 话说巴玉钱离开之后 目睁易重跟巴玉钱的哥哥 金锦兼平说 平常根本不觉得重的铠甲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变得这么沉重 巴玉钱的哥哥金锦兼平回答 这是因为现在您的身边没有军队跟随 所以您灰心丧志了吧 不过不用担心 就算只有我一个人单枪匹马也能一敌当千 大将的首领不应该落在无名小卒的首领 就让我为易重大人争取切腹的时间吧 一说认为目睁易重的马 跑到泥泞里面 动弹不得目睁易重被一箭射死 金锦兼平看到目睁易重被射死 万念俱会决定殉主 他把刀的刀尖对准自己的喉咙 从马背上面一跃而下刺猴而死 另外也有金锦兼平为目睁易重借错之后致敬的俗说 目睁易重28岁在信隆举兵 31岁战士 虽然他的人生只有这4年的时光可以考据 但是目睁易重跟巴玉钱的爱情 还有跟中原家兄弟的祖虫之情 一直以来成为武士忠义的典范 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 信隆的蒙虎目睁易重退场 接下来登场的人则是有白龙传说的圆异经 未来有机会就让我们来聊聊圆异经的故事吧 如果你还想知道更多农场文不会写 中文维基百科也讲不清的战国知识 就请订阅月祥兵长的频道吧 月祥的战国浅度旅行 我们下次再见咯